第九百六十一集 宏伟之声瞬间在大魏王朝响起 新都城内百姓哑然 皇宫当中文武百官彻底地松了口气 他们一直就在等啊 等徐清萧归来 如今他们等到了 四十八大宏愿 可笑 天地文宫 王朝阳并不惊讶许清萧的到来 发生这种事 如若许清萧不出现那才有鬼啊 只是当他一听说许清萧要立下四十八大宏愿 他反而不紧张了 中州龙顶的争夺 眼下无非就是比谁立的宏愿更大 谁更能得天地认可 许清萧若能立下真正的大宏愿 一个即可 何须立下四十八大宏愿呢 显然 许清萧想要依靠数量来挽回当下的局面 只是这可能吗 可不是说谁立得多谁就能赢 别忘了 还得得天地认可 你都到了用数量来对抗自己 就意味着你已经输了 西州天竹寺 齐兰神僧静坐在宝殿之中 四周围佛像耸立 一切显得无比庄重 而他面前端坐着一位黑男子 阿弥陀佛 许师主输了 齐兰神僧望向大魏方向 声音无比笃定 那黑男子平静地开口问 四十八大宏愿 会输吗 此话一说 齐兰神僧摇了摇头 此番争夺中州龙顶最大的因素 便是宏愿之法 而整个天下 没有人比我佛门更懂宏愿 王胜立下的宏愿 是我等精心设计 借助先 佛 王朝 儒道 四大势力的支持 天帝才勉强认可 愿意接受这宏愿 倘若徐青霄也立下宏愿 无论是四十八个还是一个 意义都不大 四十八大宏愿 天帝不可能接受 即便是接受 也绝对不是什么 与众不同的宏愿 想要靠数量胜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至于 你单独立下一个大宏愿 也超不过王胜了 能超越王胜的宏愿 天帝也不会接受 这一次 徐青霄必败无疑 黑衣之人不由点了点头 而后他继续开口说 所有的事情都已经不说好了 倘若成功 佛门便传遍无洲 此后天下 唯有如佛而到 你也可正无上觉悟 黑衣人许下诸多好处 其兰神僧不语 只是略带沉默地 看向另外一个方向 黑衣人知道 其兰神僧担忧什么 故此缓缓说道 你放心 不会伤害他的 说完之后 黑衣人也就没再继续说了 而就在此刻 就听徐青霄的声音 再次响起 设我正道 国有地狱恶鬼 处生者 永坠地狱 设我正道 国中天人 受众之后 复耕三恶道者 不可得道 设我正道 八亿四千万众生 皆可正道 设我正道 闻我名号 至心信乐 所有善根 欣欣回想 怨生我国 乃至十年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围处 忤逆 诽谤 正法 设我正道 天人诸法 皆于苍生 不求正法 不觉悟 声音宏伟无比 每一道声音都传至中州 而每一个宏愿 都让人震撼 尤其是西州 佛修 他们比谁都懂 宏愿是何物 所以一瞬间 便知晓 许清霄的宏愿 到底有多恐怖 天如此 方才还一脸自信的 齐兰神僧 刹那间脸色 变得无比惊恶 许清霄 他疯吗 一直安静的齐兰神僧 在这一刻 也彻底绷不住了 他站起身来望向大魏方向 他眼神之中 满是不可置信 每一个都是大宏愿 不弱于王胜所立的宏愿 随便一条 都无法完成 他立下四十八大宏愿 当真疯了 齐兰神僧紧握拳头 脸色难看 不为别的 主要是许清霄太疯狂了 王朝阳设立的宏愿 人人如龙 天下太平 可许清霄呢 张口就是 若我正道 一切妖魔皆入地狱 以求天下太平 更觉得是 若我正道 八万四千皆可正道 光这一条 就秒杀王朝阳的宏愿十八条节 王朝阳是让天下人 人人如龙 许清霄是让八万四千生灵 人人正道 都不用设立那么多宏愿了 只要天帝接下这道宏愿 许清霄便可得到中州龙顶 这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啊 此等宏愿 天帝不会接受的 无非是挣扎一番罢了 然而黑衣人反倒十分淡定 他副手而立 天帝不会接受这样的宏愿 徐清霄 太看得起自己了 阿弥陀佛 齐兰神僧此刻也定下心神 他懂得宏愿 所以才会这般震惊 可如今冷静下来 倒也明白 两人的反应 与天下人几乎一模一样 佛门最明白宏愿是什么 大部分人对宏愿并不了解 只知道宏愿的一个基本因素 说立下宏愿得天帝感应 而后天帝赐予部分赏赐 让你去完成这个宏愿 如若完成了 给予的赏赐更多 可如若你完成不了 则会付出代价 这是宏愿的基本因素 可现在 即便再不明白宏愿是什么 天下苍生也知道 许清潇这番话是什么意思 四十八大宏愿 每一条都不弱于王朝阳的宏愿 每一条都让人心惊肉跳 西州 当会觉听闻许清潇的宏愿 整人也愣住了 这是立宏愿 可不是吹牛皮啊 你一口气立下如此之多的宏愿 极有可能遭天帝反事 天帝允许世人立下宏愿 可更在乎你得量力而行啊 倘若不量力而行 你只管吹牛皮说大话会遭来天谴啊 四十八大宏愿 这不是摆明了自找麻烦吗 所以他担忧 对比之下 突携出元王朝 当他们听到 徐清潇立下的宏愿 最开始的反应的确震惊 也感到极其不可思议 可等冷静过后 他们笑了 立下这么多宏愿 只代表一件事 徐清潇没任何手段 只能通过 以数量来挣扎一番 大魏京都 文武百官庆幸 在这最关键的时刻 徐清潇回来了 只是很快 当徐清潇宏愿立下 百官们也惊恶了 他们感觉不可思议 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大魏诏愿 怀宁亲王也一直 关注这件事呢 是方才王朝 扬跳出来立下 宏愿让他执皱眉头 现如今他也钻射 和许清潇 绑在一条船上了 已经尝过 赢的滋味 现在让他再输 他不甘心呢 可随着许清潇的出现 他不又松了口气 然而当许清潇立下 那四十八大宏愿 又让他既震撼 又不知该说什么 他知道 许清潇立下的这宏愿 有多夸张 这个 第九百六十二集 怀宁亲王皱眉思索 他不知 这事该怎么解决 也不知道 他该如何帮助许清潇 摆在他面前的 又是一个选择了 选对了他又能赢 选错了他又得输 他没有输的余地 若是再输人都没了 如若赢下去 还有一线生机可言 所以他在犹豫 他也在思索 到底该怎么选 到底该帮谁 这时他不由看向了 纪元那牢房的方向 此时此刻 纪元满脸笑容 王朝阳算得上是他的盟友 自然看到王朝阳要夺取 中州龙顶 他很乐意 只要能压制许清潇 怎么办都好 眼下他最大的敌人 就是许清潇 其余一切都好说 就在纪元满脸兴奋不已 怀迎亲王的声音传了过来 纪元满脸兴奋 你觉得这场争斗 谁能赢 还在憧憬未来的纪元 听到这话整人不由一愣 王叔 你这还需要问吗 肯定是王朝阳能赢啊 之前纪二不敢说 眼下许清潇立四十八大红院 显然是比不过王朝阳 强攻之末罢了 这一次我等赢了 而且是彻彻底底地赢了 谁来了都没用 怀迎亲王一听 心中那点犹豫彻底没了 来人 本王要尽胜 有要事起奏 老头立刻走了过来 解开老索不敢怠慢 倒不是怀迎亲王的身份原因 而是许清潇之前刻意吩咐过 所以怀迎亲王要做什么 他们都尊崇 怀迎亲王离开 并没引起纪元好奇 他依旧站在墙根底下 一脸的期待 大魏京都 许清潇的声音依旧响彻 那四十八大红院 不可能一口气说完 那宏伟的声音 不断地荡漾而出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足足小半个时辰 终于许清潇将最后一个红院立完了 设我正道 人间既极乐 有八万四千佛国 亦有十万八千无上界 众生平等 随着四十八大红院宣出 大魏无比的安静 整个京都都显得异常的安静了 而许清潇的身影缓缓浮现在京都上空 他赶回来了 在关键的时刻出现 许清潇的身影 怂立在京都上空 中州龙顶就在他的上方 垂落下一缕缕气韵 洒落在许清潇的身上 随着许清潇的出现 天地间一片安静 天穷之上没有任何异象 所有人都在等 四十八大红院立下 如若天地感应 便会有气韵加持 诞生无数异象 倘若没有感应的话 那你就是吹牛皮呢 这事便是红院 是否成立最好最便捷的办法 只是一切显得无比安静 安静到了绝对 半刻钟 一刻钟 两刻钟半个时辰 没有任何声响 反倒是王朝阳之下立下的红院 正在不断地集聚着祥云 半个时辰没任何异象 让很多人松了口气 这时王朝阳却再也忍不住了 他深吸了口气 身形浮现 立于天地文宫之上 他怕许清潇出手 所以他不肯离开天地文宫的范围 许清潇 你立下如此之多红院 本胜佩服 只是红院不可随意设想 既已立下就该遵守 否则便是在忤逆上仓 许清潇淡淡扫炼王朝阳 他没开口 今日他要彻底解决 大魏的所有麻烦 一次性清算干净 而眼下要做的事 不是跟他啰嗦什么 而是让天地感应自己的 红院藏尔皆应下来 四十八大红院 听起来的确夸张 的确震撼人心 可许清潇也明白 天地是不会接受这样的红院 需要有人助力 他在等 等一个开端 徐清潇 你不说话是何意 装死吗 四十八大红院 你这是在窃取天地器语 天地不受 轻则反噬大魏苍生 重则反噬天下苍生 徐清潇 莫要满口仁义道德 结果却做出一些残害 苍生之事 徐清潇 立下大红院 即便天地不受 你也要去旅行 否则的话 你就是在窃取天地之力 若你不做 天下苍生 都会受到影响 清庆道人 和王朝阳一同 和斥着 大魏文公 大魏女帝开口了 朕 大魏女帝 近日焚香祷告 祈求大魏帝魂复苏 大魏王朝 历经进城之池 遭遇北伐之难 民不聊生 国家动荡 逢上苍开恩 赐我大魏无双国事 许清潇 然而 又逢妖孽作祟 使我王朝动荡不已 朕 今日 以大魏国运 加持许胜 此后 大魏与许胜 生死与共 望诸位先帝 有所感应 加持气韵 与我大魏国土 大魏皇宫 随着浩荡 之声响起一柄 长刀 震颤不已 凤裂出恐怖的光芒 遮盖京都 太祖长刀 而大魏宗祠内 一块块灵牌 突然震动 宗祠外 太祖长刀 出现在女帝手中 他伸出手掌 在太祖长刀上 划了一刀 刹那间 一血没入长刀之中 整个大魏祠堂 在这一刻爆发出 无以伦比的威力 一道道帝王虚影出现 这些都是大魏曾经的帝王 历代的皇帝 京都百官 纷纷跪服在地 朝大魏先帝作礼 百姓们在这一刻 也纷纷地跪拜下来 大魏十六位皇帝 浮现在宫殿之上 最高的那位 更是散发出 滔天的气息 即便是一缕气息 帝威也使得天地震产 那是一位老者 手握着一柄长刀 乃是大魏的开国 第九百六十三集 大魏先帝之魂复苏 天地间终于有了反应 一束束金色光芒 在天空绽放 搅动风雨 天地文功 王朝阳的脸色 变得难看起来 他望着皇宫 忍不住开口 陛下 强行干扰红院 天地不可容 你这是带着大魏苍生 你有考虑过 大魏苍生的感受吗 本来许清潇立下红院 不算什么 天地不会接受 可这回不一样了 女帝直接把大魏先帝 全部复苏 加持徐清潇 宗祠外 女帝压根就没搭理她 而是望着宗祠内的 怀宁亲王说道 这可以帮到许爱情吗 实际上他也没想到 自己身为帝王 竟然还有唤醒 大魏先帝之魂的能力 可以 大魏本身就是顺应天道而出 太祖扫荡世间 极恶 每一位皇帝都拥有天地气韵加持 这股力量一直在默默守护着大魏 关键时刻可以唤醒先帝之魂 而且还有一招更为极致 可彻底复苏先帝之魂 加持于徐清潇之身 怀宁亲王的回答让女帝有些折舌呀 那为何不直接用上这种手段 面对女帝的询问 怀宁亲王却摇了摇头 这代价很大 可能会伤及性命 陛下还是不要尝试 怀宁亲王没再继续详说 点到极致 女帝微微皱着眉 想了想她也没继续问 恐怖的帝王之气 如同江河一般 加持在许清潇体内 伴随着天地异象蜕变 一朵朵金色祥云浮现 汇聚如海 天穹之上 更是有仙宫浮现 如同极乐 大地涌出朵朵金莲 山川大地 更是复苏一条条龙气 只是异象虽然恐怖 莫名之间 让人觉得仿佛还欠缺了点什么 这主要还是因为 许清潇力的宏愿太大了 哪怕大魏寄予志愿 也难以承担 如此质大的因果 如今是关键时刻 许清潇也不等了 大魏给开了个头 那就必须要拉 更多人人下场啊 捉正道者 可获正道之法 许清潇这话说的 可有点不要脸了 他说给仙门听的 实际上七大仙门早就关忘了 他们之前入驻大魏 魏的就是许清潇 也知道大魏即将鼎盛 眼下出了事了 他们愿意帮助许清潇 可许清潇你立这宏愿太夸张了 他们如若占了许清潇 可能要承担可怕的因果之力 所以他们一直犹豫 倘若许清潇立下的宏愿只是一条 跟王朝阳一般 他们早就出手了 可许清潇张嘴就四十八大宏愿 这要是完成了 大家一起开心 没什么 都不需要说全部完成 哪怕你完成一部分都行了 天地对宏愿的态度 那可不是说 你必须要全须全伟的 全都得完成它 你只要完成一部分 说明你量力而行了 也算作抵消之前给你的好处 可问题是你能完成吗 每一条那都是登天之难 这场豪赌让他们心惊受跳 赌赢了那一切好说 赌输了全都没了 可是许清潇这时候 开口说了这么一句 众人也意识到这许清潇 为何要立下这大宏愿了 这是要把所有人都拉下水呀 用惊天大宏愿 把所有人拉下水 要么一容俱容 要么一损俱损 你想要隔岸观火 不可能 太上先宗 吴臣道人长长地叹了口气 他已经猜到许清潇的想法 眼神之中满是无奈 他不想作弊上官 但也不想牵扯进来 可他明白 如若现在不给许清潇 一个准确的答复 那么往后大魏 无论有多鼎盛 与他们先门无关了 吴为太上先宗长教 今日愿助大魏 许清潇 四十八大宏愿 最终吴臣道人豁出去了 如若换个人 他绝不答应 可许清潇 他莫名觉着 这家伙有底气 有天大的底气 否则的话 立下四十八大宏愿 这的确太离谱啊 随着太上先宗的声音响起 一时间 其他先门立刻做出回应 一道道声音响起 六大先门彻底急于回应 他们知道 想继续躲在后边 那是不可能了 许清潇就是要逼他们下场 与其说逼他们下场 倒不如说呀 逼他们摊牌 做出抉择 大势即将到来 要么选择大魏王朝 要么与大魏王朝为敌 随着六大先门的回应 天地间再起变化 意象更加恐怖 金色海洋都出现了 就浮现在天雄之上 无为佛门传法者 今日愿助大魏许清潇 完成四十八大红院 这时候会觉 他代表佛门苍生 援助许清潇 佛门一品 六大先门 大魏王朝 随着这三股势力的加持 金色海洋一向之中 涌出一条条龙影 意象成了 天地愿意接受 许清潇的宏愿 这可是极其不好的预兆啊 不少人看得心情瘦跳 大魏京都中州龙顶 也开始摇滑 似乎要朝许清潇飞去 然而突兼 一股恐怖的气息弥漫 是圣威 大魏许清潇 品性不端 不掌龙顶 突然间就想起这么一句来 天地仿佛有感 这是圣人之力啊 当时活着的圣人 突如其来的圣威 彻底震撼世人 人们惊恶不敢相信 在这结果眼上 竟然出了一位当世的圣人 世人眼中 五大圣人都已经死了 这怎么好端端又 蹦出一位圣人了呀 而这恐怖的圣威 也的的确确压 压制住了中州龙顶 使得异象无法继续蔓延 感受到这股可怕的圣威 徐清潇常常输出一口气 他等了如此长的时间 可不是等说自己的 宏愿得天地认可 而就是在等 这位圣人的出现 眼下这一位 终于忍不住要出手了 那也到了收官之时 诸位兄长 速速助我入一匹 许清潇脑海之中 声音响起 刹那间体内的天地文工 疯狂震动 他许清潇为何敢立下 四十八道宏愿 不是因为他相信 大魏王朝会帮自己 也不是佛门先门 而是自己体内的天地文工 大圣人的意志加持啊 四十八大宏愿完全受得了 如今加上大魏王朝 先门佛门的支持 今日他立宏愿正一品 浩瀚文气自 许清潇体内释放而出 藏在许清潇体内的天地文工 在这一刻浮体而出 立于许清潇头顶之上 文工虚影浮现 与京都之内 王朝阳所在的天地文工 一模一样 只不过许清潇的天地文工 看起来更显宏伟罢了 人们一脸惊讶望着这一切 眼神之中满是好奇啊 不知为什么 许清潇突然祭出了一座天地文工来 而就在此时 许清潇的声音响彻天地 无为许清潇 乃大圣人之师转世 四十八大红元一力 愿天地认可 助我正道一品 掌 第九百六十四集 天地文工 一座伟岸无比的身影浮现 那是大圣人 人们彻底哗然 因为许清潇方才竟然说 自己是大圣人之师 第一代圣人的师父 这有点夸张了 放肆 许清潇 你在污蔑我祖父 你得我祖父传承 却死活不承认 如今更是恬不支持 竟说自己是大圣人之师 你当真是不要脸皮 王朝阳幕后的 抬手点指许清潇 是破口大骂 下一刻一道声音响起 学生安明 见过老师 人们看到虚空当中 大圣人虚影朝许清潇 深深一拜 而这方天地也瞬间安静了下来 刹那间寂静无声 没人想象得到 大圣人会浮现 更不会有人能想到 大圣人的虚影 当真称呼许清潇为恩师 徐圣当真是大圣人的恩师 皇宫内有人嘟弄了一句 这可不是质疑 而是不可置信 这不大可能吧 不一定不可能 你们想想看 徐圣从入学至今 才过了多长时间 陈正如皱着眉提醒了一句 满朝文武突然就是一愣啊 仔细一想 是啊 从许清潇入学至今 好像才不过两年 准确地说 还没到两年呢 如果按常理形容 入学不足两年 便达到亚圣 实话实说啊 即便是圣人转世 或许都达不到 可要说大圣人的恩师转世 你还别说 真有这可能啊 如若许圣当真是大圣人的恩师 那许圣的身份地位 那岂不是 怪不得许圣能有如此才华 我也曾想到 原来有这么一重身份呢 对对对 许圣就是大圣人的恩师转世 这一点毋庸置疑 否则的话 这天底下 哪里能找到这样的存在 两年不到 入亚圣 朝堂之上 文武百官从一开始的 疑惑到认可 只用了短短不到一刻钟 他们完全相信 徐清潇就是大圣人恩师 如若不是 那一切都说不过去啊 怎么可能会这般妖念呢 而相比于皇宫内的喜悦 外边可不太一样了 诸多人脸色惨白啊 譬如说 王朝阳 他再怎么想也没想到 许清潇在这时候凝聚出天地文功虚影 甚至还召唤出大圣人的虚影 不可能 假的 都是假的 徐清潇 你在妖言惑众 这根本不可能 你怎可能是我祖父之虚 七星到宗 清静到人望着这一幕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因为他知道 这就是徐清潇最后的底牌 在关键时刻 拿出了绝对翻盘 此时此刻 他总算明白 许清潇为何敢立下四十八大宏愿 凭借他一人之力 想立下四十八大宏愿 根本不可能 但借助大魏王朝的加持 外加一个佛门一品 这个一品还掌握着大成佛法 如若不出意外 那必是佛门第一人 至于六大仙门 倘若六大仙门不答应 许清潇不在乎 因为他有天地文功 还有大圣人的意志在 天地一定会接受许清潇的宏愿 所以许清潇借此机会 刚好也看看 这六大仙门到底什么态度 倘若他们态度 还是犹豫不定 许清潇便彻底放弃他们 如今庆幸的是 六大仙门选择 跟着许清潇赌一把 而七星道宗 则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 成了无法化解的敌人 清静道人明白 许清潇今日立下四十八大宏愿 这是要正到一品 一旦他许清潇正到成功 这天下再无人能够压制许清潇了 京都上空 金色海洋中涌现出 条条金龙 唐飞而出 先公之外也有龙门 释放出无量光芒 照耀大地 中州龙顶也绽放出异彩 环绕于许清潇周身 此时此刻 许清潇开口 声音响彻五周大地 无为许清潇 今日正到一品 随着声音响起 条条金龙没入许清潇体内 菩提神术在他身后演化而出 荡漾无穷佛光 垂落亿万光芒 将他烘托得如真神一般 西方天空大日如来真神在险 为他保驾护航 万字佛印更是浮现在 徐清潇眉心之处 这一刻徐清潇彻底 踏入佛门一品境 觉悟境 他已完成觉悟 懂得世间智慧 实力得到了无以伦比的提升 而且万字佛印 更是化作万福之音 三尊虚影出现代表 过去 未来和现在 恐怖的气息 弥漫整个天下 这是新晋一品 受天地认可 徐清潇佛法最为雄厚 自然第一时间突破的 便是佛门一品 然而突破个佛门一品 可不是他的终点 如今他要冲击一切一品 立下四十八大红院 只挣到一个佛门一品 一不大 那十个红院就够了 何须四十八大红院呢 漫天金龙疯了一般 钻入徐清潇体内 开拓经脉退边血液 使徐清潇彻彻底脱胎换骨 徐清潇现在俨然是五到二品境 而随着金龙之力的加持 最终一切无够肉身圆满 走出最关键的一步 惊天巨响乍起 徐清潇这一刻蜕变至一品五地 来自人间五地的恐怖气息 再次蔓延五洲大地 令人感觉窒息 一品五地啊 人间最强战力 踏入一品 徐清潇彻彻底底感受到一种 前所未有的战力 呼吸之间如同风雷 一缕气息便可镇压二品 人间五地 而他许清潇更是绝世五地 他每一个境界都是最完美的存在 都是无暇之境啊 如今借助四十八大宏愿 许清潇正式踏入五道一品 绝世一品镜 整个大魏截然在他的气息之下 体内的力量恐怖绝伦 许清潇更是有种错觉 他若放开手脚 可以横推整个大魏 只需三天时间便可摧毁大魏境内一切 这就是一品无者的实力 至高无上 然而金龙依旧疯了一般的网客的体内钻 许清潇身后出现一个个古怪文字 这是道德经 经文烙印在许清潇体内 恐怖的能量注入之下 许清潇面前出现一座仙门 他的脚下更是有玉石为机 登仙台 许清潇朝前跨越一步 直接跨过仙门 再次脱胎换骨 须仙境 一品仙道 元神蛻变 肉身改善 举手台族灵气必人 佛道虎三大体系 截然一举踏入一品 仙门化作一道印气 再次没入许清潇体内 而体内气血也化作一道印记 融入体内 一道佛印 一道仙印 一道五印 代表三大体系大圆满 三道印气融合 与三魔印对质 如今五道仙道 佛道 竟然成就一品 而金龙的数量 可没减少太多 依旧疯狂在吸收 在旁人看来 只是当许清潇 在尝试继续突破如到一品仅时 很快他发现到 做不到 是的 想要突破 想要突破成为如胜 可不是说依靠能量就能办到 而是还是需要自己去领悟 感悟了好一会儿啊 徐清潇 睁开双眼 办不到 因为他压根不知道该如何成为如胜 依旧没有任何头绪 只是三大体系 竟然踏入一品呢 也够用了 至少面对接下来的危机 自己拥有绝对底气 刹那间 徐清潇一挥手 所有异象全部灌入中州龙顶之中 这些能量足矣啊 再造就出一位一品武者 只是徐清潇更在乎的是中州龙顶啊 如今大魏有两个一品武者 外加上神武大炮以及六大仙门 就这种战斗力 完全不需两大王朝加一块 所以中州龙顶 徐清潇是他眼下最关心的 龙顶争鸣 五爪金龙几乎凝食了 万丈之大盘窝在整个大魏京都之上 而中州龙顶也彻彻底底 悬浮在徐清潇的头上 随着中州龙顶的浮现 一缕缕光芒凝聚出一道印记 中州龙印 看到这一幕 王朝阳彻底壮狂了 他立下如此之大的宏愿 天力都接受了 自己也背上因果了 可没想到好处没露照 功亏一亏 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徐清潇 你夺我造化 污蔑我祖父 你不为仁慈 王朝阳已经彻底啊 失去理智了 老子宏愿也立了 果子让你给吃了 他显得有点歇斯底里 可他忘记了一件事 前一刻的徐清潇 仅仅只是个二品无责 你真要呵斥两句 倒也没问题 可现在徐清潇可不一样了 绝世五帝 道家虚仙 佛门觉悟 一缕气息都能碾死他 听到王朝阳的声音 徐清潇啊 扭头就看了过去 他今日立下四十八大宏愿 三大体系突破一品 就是为了这次的大清酒 大清算 王朝阳便是他第一个 要清算之人 只是徐清潇也不着急 他看着王朝阳 窃取你的造化 中州龙顶何时成了 你王朝阳的造化 由大魏龙顶孕育而生 再如何也轮不到 你说这番话来 再者如你祖父 王朝阳 你当真认为 你是大圣人的后代吗 这番话一出口 顿时惹来不少人好奇 听这徐清潇话里话外的意思 这里边还藏着什么心秘 天地文功之中 王朝阳彻底丧失理智 再听到徐清潇这番话 他都没任何思考能力了 依旧是怒吼着 我已立下天大的宏愿 中州龙顶就属于我 你立下四十八大宏愿 是借助我祖父的传承 至于我的身份 自然是大圣人后代 你莫要在这里妖言惑众 我可请圣剑 免得你在这里血口喷人 再者 我有天地文功 难不成说 这也是假的 王朝阳对自己的身份 毫无怀疑 甚至拿出天地文功来佐证 王朝阳说的没错 他有天地文功 而且年纪轻轻便踏入如刀二品 说是大圣人后代 不虚 好 请哪位圣人呢 自然是诸圣 这话一说 刹那金王朝阳辩议事 到自己呀 说错话了 而许清霄 却露出了冷笑之作 果然是诸圣 王朝阳身为大圣人的后代 不去请大圣人出城 反倒请诸圣 这里边没问题吗 只是啊 在旁人耳中听来 没什么太大问题 毕竟他们不知内情 那请诸圣 请大圣人不都一样吗 既然都知道是谁了 那你也就没了价值 下辈子聪明点 莫要再这么蠢 许清霄压根也不想 和这家伙浪费口说了 什么自证不自证 圣剑不圣剑 他就是为了要 炸出王朝阳背后的人 眼下都知道了 诸圣 王朝阳我还留着 你有什么用啊 轰的一声 五地大手印落下 高空当中 许清霄对天地文公 狠狠一击 恐怖窒息的气息 瞬间弥漫大魏王朝 这一击落下 天地文公顿时震荡不已 整体揭燃军裂 不过还是撑起来了 很快又恢复如初了 文公当中 王朝阳脸色难看 许清霄这一击太恐怖了 当初六大先门一品 外加上大魏五道一品 连手都没对天地文公 造成如此恐怖的伤害 现在许清霄随随便便 这一下子 能让他不心惊肉挑 不过万幸的是 许清霄破不开天地文公 的确很强 许清霄心中暗道 他已经用了十成力 没任何保留 轰在天地文公上 却只能造成这般伤害 而这座仿制的天地文公 拥有神效 只要不是一击被摧毁 就能自我恢复 所以凭借自身力量 难以轰开这座文公 但是许清霄的手段 可不止这一点 轰的一声又是一击 这一次许清霄运转 体内三大印记 精气神合一 全印落下 使得天地文公再次震动 如同地震了一般 三千大如更是可血啊 他们即便被天地文公保护 可也承受不住 许清霄这般的威压 这太强了 强到他们不知所措 但好在 天地文公几乎全岁 最终还是撑起来了 所有人都择舍呀 皇宫当中的文武百官 也感觉不可思议 一来使许清霄的实力 强到离谱 二来使这天地文公 防御力也太强了吧 就这居然还能扛得住 许清霄 所有好处都被你拿走了 你还想怎么样 看着逐渐又平稳下来的 天地文公 王朝阳逐渐恢复了理智 他也知道 自己方才说错话了 许清霄如今是今非昔比了 再争斗下去 吃亏倒霉的只能是自己 这也都打不破 看来要动点真格的 许清霄可没理会王朝阳 这次他凝聚中州龙顶 灌入五道之力 刹那间五爪金龙出现 朝着天地文公又冲过去 那轰的一声 巨大的碰撞声响彻整个京都 老百姓都被这声音吓懵了 胆小的更是吓得双腿发软 而这一侧 天地文公彻底崩碎 巨大的爆炸声 天地文公被毁了 所有碎片击射而去 如若任由其四射 估计整个大魏京都都得化作平地了 只是许清霄早有所料 中州龙顶第一时间 浮现在天地文公上空 镇压住这可怕的爆炸 所有碎片全部没入龙顶之内 这一颗世人震撼 大魏皇宫中百官激动得直哆嗦 而各大势力一个个眼中惊 四大洲强者也都在观望 看到天地文公被许清霄烘碎了 他们可坐不住了 有人想要出手 可许清霄太强了 谁敢在这个时候触他的眉头 那不找死吗 哪怕七星道宗 低着头不敢言语 哪敢插手这件事啊 人家许清霄是绝世无敌 又是道门虚仙 又是佛门觉悟 三体系皆达一品镜 而且手里边还握着中周龙顶啊 单打 第九百六十六集 如若一品武者呀 拼杀在一起 那要么是同归于尽 要么是谁都奈何不了谁 可许清霄不一样 这是绝世无敌啊 而且三位一体 而且如此年轻 气血旺盛 自然比他们那种衰败期的武帝要强 打不过很正常 甚至啊 都有被许清霄杀了的可能 自然 这些个一品武者想帮忙 却又不敢伸手 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 王朝阳再也无法淡定了 他最大的依靠便是天地文工 现在天地文工没了 他彻底慌了 面对许清霄他无力抵抗了 就在王朝阳发愣之时 许清霄的身影闪现在他面前 告知我一切 我可饶你一命 你先前毁了诸圣文工 如今又毁了大圣人的文工 许清霄 你当真是绝世妖魔转世 你杀不死我的 我乃大圣人之孙 有天道庇护 也有圣人保佑 面对许清霄 王朝阳压根不在乎 他被洗脑洗得太彻底了 到了这一步还在坚持 认定自己就是大圣人后代 有些可笑 也有些可怜 那就送你归西 许清霄不再啰嗦一掌拍出 恐怖无比的气息 让王朝阳瞬间身体僵要 眼神之中有恐惧 可恐惧的深处 是坚定 他坚信 有人会出来伸手救他 因为他是大圣人的后代 可是掌印杀来 最终一股巨力将他震飞 一口血喷出 王朝阳的脑子都是空白的 他的心脉被震碎了 体内五脏六腑也化作了碎块 不过他可没死 这可不是说他这体质有多强 而是许清霄刻意为之 就是要让王朝阳绝望 深深地陷入绝望之中 这不可能 随着疼痛感逐渐下降 一股暖流子身体涌入四肢 他恢复了理智 这是回光晚照了 临死之前吊着的最后一口气 让他变得有些精神异异起来 这不可能 圣人 你为何不出来 你太愚蠢了 当我挣到一品之时 你身后的人还没出现 就意味着他已经放下你 只是你自己愚蠢 还要相信他 现在 若你恨他 便将所有的事情告诉我 至少 你还没有被他彻底地玩弄 徐青霄 你想太多了 知道我是一枚棋子 我也明白 我只是一枚棋子 我不会恨他的 徐青霄 我恨你 如若没有你的话 我的确可以成为圣人 可以分到该有的东西 你想知道我身后的人 到底是谁对吧 我不会告诉你的 你也猜不到的 还有 你也只是一枚棋子 一枚注定要被牺牲的棋子 黄朝阳 你知道我为何敢确定 你不是大晟的后代吗 你知道为何我也有天地文工吗 还有一点 你仔细想一想 如若你当真是大圣人后代 为何大圣人一直没有斥责你 或者是庇护你 你体内流淌着大圣人血脉 哪怕你犯了天大的错 大圣人至少也会与你交谈 骂也好 打也罢 护着你也行啊 但至少会和你交流 你没发现 大圣人丝毫与你无关吗 这话一说 王朝阳脸色彻底变了 许青霄说的很有道理 而这些他也有疑惑 只是来不及思考 现在彻底断绝生路 他冷静思考一番 的确觉得是有蹊跷 为何 先为 你根本就不是大圣人的后代 我反倒是觉得 你身后的人为何让你做这一切呢 是想要让你成为某个人的嫁衣 当你成圣的那一刻 就是被抛弃的那一刻 仔细想想 用脑子想 还有 不妨告诉你 大圣人不姓王 姓周 许青霄说完此话 朝后倒退几步 过了好一会儿 王朝阳摇了摇头 他笑不出来了 他望着许青霄怒吼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你再说谎 我是想要让我绝望罢了 这是你的伎俩 对 是我的伎俩 你是对的 许青霄微微笑着 这个笑容却让王朝阳彻底愣住了 他故意恼羞成怒 是为了给自己安慰 许青霄知道这一点 所以没有继续解释 反而依据你是对的 让他彻底的痛苦起来了 可这还不算完呢 嗖的一声 一团火焰弥漫在他身上 许青霄凝聚 金屋真火 让他临死之前好好享受享受 精神与肉体的享受 既然嘴硬 那我就看看你到底硬还是不硬 你骗我 你在骗我 我不信 我不信 金屋真火焚烧着 王朝阳顿时发出凄厉之声 鬼哭狼嚎地在地上抓狂了 痛苦到了极致 这既是肉身上的痛苦 也是精神上的痛苦 他喊着不信 可实际上他已然信了 然而许青霄直接定住他的身体 就再也没有理会他 让他在痛苦之中慢慢死去 同时 许青霄闭上双眼 他在感应方才出现的那位圣人 通过王朝阳的对话 基本上可以确定 幕后黑手就是诸圣 可是王朝阳说是诸圣 就能完全确定是诸圣吗 万一是第四代圣人 骗王朝阳说自己是诸圣呢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现在只能说 第九百六十七集 大魏京都 方才出现的圣人气息 已经彻底没了 如许青霄猜想的一般 当自己正道之时 对方并没有出手阻挠 这意味着 他已经彻底放弃了王朝阳 而今对方撤走 也不会留下任何一点痕迹 他依旧隐藏在暗中 但好在的是 自己已然踏入衣品 拥有扳手腕的资格 现身吧 到了这一刻 继续藏着没有任何意义 许青霄此刻 不想再玩躲猫猫的游戏了 自己突破了五道一品 有生之年必能找到对方 与其这般还不如现在做个了结 完成大清算 可许青霄的声音并没有得到回应 大魏京都内许青霄 长长地叹了口气 既然如此 那就不要怪我出手了 话音一落 许青霄横跨万里 直接来到七星道宗 七星道宗要灭 西州天竺寺要灭 出援王朝 枯鞋王朝也要灭 借助这次机会完成大清算 逼出幕后之人 不然的话 七星往下拖 必成大患 此时七星道宗 整个宗门都在站立 来自人间五帝的压迫感袭来 没人能够承受得住 这是绝世五帝 是当世最强的存在 无人可以应封 年仅二十一还不满 二十二岁的五帝 体内的气血让人恐惧 即便是有护山大镇保护 这些弟子也感受到 内股窒息般的压迫感 他们恐惧 他们瑟瑟发抖 望着许青霄 实在是生不出 任何一丝勇气去面对 七星道宗做了什么 他们自己比谁都清楚 自从七大仙门入住大位之后 七星道宗无时无刻 都在针对许青霄 虽然不是带头冲锋 但那也是许青霄的敌人 想要置许青霄于死地 如今许青霄寻仇上门 他们自然害怕 清静道人更是第一时间 开口问道 王爷何故 灭七星宗 许青霄声音平静 这话落下无周沸腾 七大仙门那好说歹说 也是传承了近千年的存在 半生过一品 也算世间的佼佼者 许青霄近日方踏入一品 竟然直接就指向了七星道宗 而且扬言要灭了七星道宗 王爷息怒 这当中存在误会 七星道宗并没有做过 什么人神共愤之事 或许之前有所顶撞 但也是遭受小人蒙蔽 请王爷三思而行 清静道人关键时刻呀 他想不认怂也不行了 现在的许青霄已然踏入一品 油仙桌子的资格 此时人家杀上门来 他也不敢再叫嚣什么了 只能老老实实认错 可惜许青霄压根就不在乎 他一抬手武帝大手印落下 轰击在七星道宗内 一时间地动山摇 整个道门晃动不已 那些宫殿出现裂痕 护山大阵在一瞬间激活 守护着宗文 可面对许青霄这般的存在 这些护山大阵撑不了多久 王爷 七星道宗愿意归隐山田 王后再也不插手大魏之事 恳请王爷息怒 这个时候归隐山田 早些日子做什么去了 本王给过你们机会 是你们自己不懂真心 今日天下再无第七大新门 许青霄又是一掌拍下 这是武帝之力 极致的力量将护山大阵 完全击碎 七星道宗的护山大阵 可以阻挡一品五折的进攻 可问题是许青霄是绝世武帝 根本无法阻挡 不过七星道宗也不是白挨挡 有人激活了更强的阵法 一些强者更是纷纷祭出法器 阻挡许青霄的功法 王爷 您是绝世武帝 七星道宗打不过您 但七兄道宗也有自己的手段 当真鱼死网破 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啊 不过 七星道宗愿意退隐 不插手红尘之事 可立下大事全当做是赔偿 绝世武帝是没错 可七星道宗能够千年不倒 那绝对没你想象般任人欺凌啊 他们也有自己的抵御 只不过最终结果可能还是死在许青霄手中 但是你大魏也别好过了 一命换一命 可以给你们机会 道出幕后之人到底是谁 再退隐山田 本王允了 许青霄这是给七星道宗唯一的机会 七星道宗看似好像啊 没太针对自己 只是有事啊 没事帮沉一番 可实际上 他暗藏太多祸心了 面对许青霄的话 清静道人显得有些无奈 王爷当真是误会了 我等压根就不知道什么幕后之人呢 哦 不知幕后之人 那本王与七星道宗有何仇怨呢 为何七星道宗时时刻刻盯着本王 难不成七星道宗吃饱了没事干 就喜欢找本王的麻烦 休要啰嗦 保出实情一切好说 否则自今日起再无七星道宗 第九百六十八集 清静道人一脸无奈 王爷 说出来您可能不信 但事实就是如此 当初七星道宗入驻大魏 这对我宗来说是一件好事 只是在入驻大魏之前 佛门找过我们 搞知佛门变法之事 佛门变法 意图入侵中州 而佛门也许怒我七星道宗 倘若佛门入驻后 愿奉我七星道宗 为天下道门之首 王爷 因到当时 确确实实心致迷惑了 想要让七星道宗达到辉煌 故此答应与佛门联手 一同针对王爷 此事与七星道宗无关 全因贫道之错 倘若王爷当真愤怒 贫道愿意前往摩狱之地 苦手至此 也算是为天地之间 做出最后一些事情 清静道人开口 他主动承认 是因为佛门的原因 所以他才针对许清孝 有理有据 常人听来没任何问题 无论时间还是动机 全都能对得上 一切合情合理 说得倒是天衣无缝 可你自己信吗 说罢又是一击落下 七星道宗的护山大阵 震动不已 王爷 该说的 贫道已经说了 倘若王爷不信 贫道当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了 清静道人 这世间上最真的假话 其实就是真话假话 掺和在一起 所以让人难以变出真假 本王相信 佛门变法之前找过你们 这很正常 甚至说不止找过你们 只是最终佛门愿意 与七星道宗合作 本王也相信 你的确是为了道门第一 可有一件事你没说清楚 佛门来找尔等 尔等凭什么就觉得能胜 五百年前 佛门变法失利 五百年后 尔等又怎会相信佛门必要 即便是因为五百年前 出了一位圣人 五百年后没有圣人 可最关键的是 佛门若是入驻大位 彻底在中州发扬光大 难道对七星道宗是好事吗 所以如若本王猜想不错 有另外一股势力出现 正是如此 让你放下了一切顾虑 转而与佛门合作 清静啊 不要再啰嗦了 道出实情 这件事就与你们无关 本王的耐心已经快没了 许经教直接揭穿了 清静道人的谎言 也道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果不说 七星道宗灭 王爷 贫道真的只是想争夺 道门第一 完完全全是被佛门诱惑到了呀 哪里有什么第三股势力呀 王爷明鉴 许清静一听也不再废话了 五弟大手印封了一般的杂下 轰击在七星道宗的护山大阵上 而且这一次许清静凝结三印 动用佛 仙 武三大一品之旅 璀璨的光芒蹦裂 如同砸铁一般是光芒四界 护山大阵没撑过三个呼吸 硬生生被许清霄砸碎了 王爷 七星道宗也有底蕴 您这是何必的 清静道人一挥手 一把宝伞出现 绽放光芒 想要阻挡许清霄下次攻法 只可惜 许清霄已入无敌之境 全印杀出 虚空崩裂 令人窒息的力量 弥漫在整个七星道宗里 轰隆一声 宝伞四分五裂 无法阻挡许清霄 到了这一刻 清静道人还是咬着牙 他怒吼道 徐清霄 贫道已经多次退让 可你还是如此霸道 七星道宗的确亏欠你 但罪不至死 本身便是争斗 点到为止即可 你如此霸道 今日贫道拼上一切 也要讨个说法 清静道人毕竟也是一品虚仙啊 虽然已然年迈 气血衰败 属于要再走下坡路 比不上许清霄 可一品终究是一品啊 一束惊天光柱冲天而起 清静道人捏出七星印 一柄七星古剑出现在他手中 下一刻 剑决横扯白礼 与许清霄全印刺杀 宁可与我一战也不愿到处幕后黑手 不知道是该说你可怜 还是说他可怕 既然一战 去天球吧 这里放不开手脚 许清霄啊是真没想到 清静道人宁可与死网破 也不愿意说出实情来 那么要么就是清静道人真不知道幕后黑手是谁 要么就是这个幕后黑手强到令人害怕 不然清静道人与自己一战那就是找死啊 许王爷 贫道最后说一遍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幕后黑手 您若是信我 愿意指歌 七星岛总愿意给予赔偿 贫道也愿意去镇守魔语 终身不出啊 眼下大乱即将出世 贫道也可以为天下动乱 做出一份力 可立下天道誓言 给你机会 天雄一战 这种人对自己起了杀心 许清潇不可能放过的 至于什么镇压魔语 那这是在自己在的情况下 他去镇压魔语 若自己不在呢 又倘若幕后黑手出现了呢 他还会老老实实镇压魔语去吗 骗人的鬼话 面对许清潇如此咄咄逼人 清静道人最终一咬牙 他知道今日啊 这一战呢 是躲不了了 虽然不愿面对 但可不代表他真的怕了 七星真武 借我仙体 清静道人逼出一滴鲜血 没入七星大殿的神像之中 很快 神像中爆射出一束光芒 灌入他的体内 伴随着弟弟龙脉爷 再疯狂运转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气 加持清静道人 王爷小心 这是七星真武绝 可借助地下龙脉 提供他源源不断的灵气 如若与他交手 他如有神助 要避开锋芒 无尘道人传音 告知许清霄 这是什么手段 许清霄微微一笑 找到如意郎君 当真是荒谬 除非 你点个订阅 许清霄一飞冲天 在天穹上与清静道人一战 当下无数道目光注视 诸多势力都在暗中观察 新静一品和老一辈的一品 孰强孰弱 如何不引人关注 尤其是许清霄乃三大体系 皆踏入一品的存在 大魏皇宫 女帝有些紧张地摇摇观望 王叔 你觉得谁能赢 后者扫了眼天穹 而后又看了眼季灵 似乎明白了什么 陛下 清静道人 虽是老一辈的一品 许清霄是新进一品 看似许清霄占优势 可毕竟刚刚踏入一品 真正厮杀起来 没有太多的武道经验 两者平手的概率很大 不过 清静道人 施展七星道宗绝学 七星真武绝 恐怕有些不好说了 可许爱卿有中周龙顶 不一定比七星真武绝差啊 那倒也是 不过 到底谁强谁弱 还是要看 怀宁亲王怕自己说 许清霄会赢 回头许清霄输了就麻烦了 毕竟自己这运道一直都不怎么好 七星道宗天穹之上 许王爷 党真没有化解的机会 可以和谈 没必要闹到这种程度啊 你我之间并不是血海深仇 轰的一声 武帝大手印杀出 集武之力席卷千里 天穹上的白云都形成了一道权印 宛若天雷炸裂之声 轰轰作响 权印落下 打出一块数十里的真空地带 许清霄也不啰嗦 直接与清静道人厮杀在一处 到来这一步清静道人也明白 许清霄心意已定 所以啊 他也不再说话了 他面色变得无比肃穆 与许清霄厮杀在一处 许清霄以武道为主 先道为辅 清静道人是先道修士 他深深明白 不能和许清霄啊 近身搏杀 那样的话呢 就是找死 所以他尽可能避免 许清霄的袭杀 跟他拉扯距离 斩出七星剑气 二人大战速度极快 一品之间的战斗 拼的就是关键一击 速度最为重要 彼此之间的肉身 几乎都扛不住对方的一招 但许清霄这战斗手段呢 太粗糙了 他本身就没什么武道经验 也就是他师父教了他几招 其余的战斗经验 就是偶尔自己推演模拟一番 真教起手来 单论经验的确不如清静道人 可别忘了许清霄 乃是绝世武帝啊 这个绝世 不仅仅是呈现在力量上 肉身上也极其可怕 而且他拥有中州龙顶 许清霄追着清静道人 他根本不带任何防御的 就给人的感觉 好像要和清静道人 同归于尽似的 如此恐怖的架势 倒让清静道人 有些畏手畏脚了 首先气势上就输了 他不相信 许清霄能扛得住他一击 但他也不敢 承受许清霄的一击啊 他不敢以命换命啊 所以除了一开始的 隔空大战 场面很快就变成了 追逐大戏了 浑身弥漫其武尽的 许清霄 朝着清静道人扑杀而去 一个追 一个跑 这画面就有些古怪了 按理说 许清霄虽然晋升了一品 可武道经验 肯定不如清静啊 所以这场大战 应该使清静道人 在战斗技巧上 压制许清霄 而许清霄 一力降时会 两个人应该打得 你来我往才对啊 可没想到清静道人 完完全全被 许清霄追着的 许清霄如同魔神一般 疯了一样 朝着清静道人追上 这就让人说不出话来了 一时间 让人无言以对 就这么追了足足 小半个时辰 这场追逐大戏 终于爆发了 是清静道人 他逃了小半个时辰 关键时刻终于让他逮住机会了 瞬间斩出了极致一剑 真武剑气千米之长 切割虚空 斩向许清霄 这道剑气 许清霄完全可以闪避开来 但是一闪的话 清静道人马上又要发动攻击 那么攻守就会立刻调换 这是好不容易抓住的机会 清静道人已经想好了 下一招该怎么出剑了 只是让所有人错愕的是 许清霄不闪不闭 硬生生扛下了这一道无比剑气 但在许清霄面前 瞬间出现了中州龙顶 啊哐的一声 震耳欲龙的顶鸣声乍起 这道致命剑气 被中州龙顶给挡下了 只不过许清霄肉身也在震颤 体内如同翻江倒海一般 毕竟这是医品的请力一剑呢 硬扛这一剑 任何医品都得死 可许清霄活下来了 不但活下来了 抓住这一瞬间的机会 近身来到清静道人的面前 许清霄全印轰出 五帝全印绽放金色光芒 这一拳在清静道人眼中就如同一轮炽烈无比的太阳 绝望和窒息袭来 清静道人死都没想到 徐清霄会玩这一招 硬生生扛起一剑就为了杀自己啊 自己不敢以命换命人家徐清霄敢 这根本没任何武道经验之谈 完全就是个莽夫啊 大力出奇迹般的打法 打乱了他接下来的招式 我说我说 徐王爷 我说幕后黑手是谁 清静道人大声嘶吼着 在极致全印之下 他怕了 因为这一拳足以要了他的命 恐怖绝望 清静道人彻底慌了 浑身颤抖 但任凭他如何废话 无法阻止这一拳 他知道 徐清霄是真要杀他 全静没有丝毫迟疑 当头砸下 恐怖气波扩散 天穷之中 清静道人的身影 如同毁星一般之阶坠落地面 砸出个恐怖的深坑 他的肉身之阶均裂开来 体内灵气四泻 当场毙命 任谁都救不了的 因为这一拳太强了 绝世五帝的一拳 可想而知啊 如果是一位一品舞者 挨了这么一拳 下场也是如此 其实最多就是留下一口气 狗言残喘 一时半刻 能说几句疑言 徐清霄可以在关键时刻留一手 但他知道 那只是清静道人的缓兵之计 要真说出幕后 黑手早就说了 啰嗦个什么劲啊 说来说去 不过是想要拖延 然后继续拉扯 自己拼死 挨了一箭抓住的机会 怎么肯放弃啊 清静道人 那可是仙道一品的 自己想杀一位一品 除非对方肯跟自己玩命 不然就跟之前一样 一个追一个跑 怎么杀呀 成了这一件 徐清霄也做好了必杀的准备 天下各大势力彻底安静了 惊得令人毛骨悚然的 这比徐清霄立下四十八大红愿 还要让人震撼 一品的 那可是仙道一品 一品是不败的存在 是这个世间最强的存在 一品几乎不可能被杀 除非是两位一品同归于尽 不然的话 单打独斗 一品之间的大战 无法出现死亡 伤可能会有 但是说一个杀另一个 不可能 数百年没听说 哪个一品被杀了 可今时今日 许 第九百七十集 大魏京都一片惊恶 怀宁亲王攥紧拳头 他知道自己又赌对了 大魏女帝也忍不住 倒吸了口凉气 文物百官集体傻眼了 突携王朝也是死一般的寂静 出元王朝比突携王朝更寂静 两位大帝都无法保持冷静了 这可是杀了一位一品 人们知晓这是一场恶战 新晋一品和老牌一品的大战 这注定是一场惊天大战 也注定是一场恶战 可最终结果 大部分人都认为 许清潇在体力上会有所胜出 但是在武道经验上 许清潇肯定会输给清静道人 最终两个人平手 清静道人说些好话 两个人坐下来好好谈谈 无非是付出一些代价罢了 可让天底下人没想到的是 徐清潇今日真的斩杀了一位一品 还是七星到宗的一品呢 击败一品和斩杀一品 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他们甚至都做好了 清静道人被击败的准备 可真没想到能被杀呀 最为震撼的是六大仙门 六大仙门所有弟子 包括一品修士 截然庆幸 他们庆幸自己战队成功了 也庆幸他们当初没施了理智 与佛门联手去针对许清潇 如若如此 今日死的恐怕就是自己了 东州地族一片沸腾 西州南州北州 所有势力截然失声 他们是属于中立的 没有啊 帮许清潇也没有想过害他 但是他们截然意识到一件事 许清潇真敢斩杀一品 那由此可见 他势必会将战火蔓延天下 没有势力不想一统天下呀 之所以不宣战 那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底蕴和实力 倘若有 谁不想染指天下 大魏如今戏有一品天雷大炮 又有许清潇这般绝世武帝 外加如道亚盛 先门的清静道人都被解决了 只要大魏解决了出源王朝和突携王朝 那么大魏的铁骑将会毫不犹豫 入侵陈姐的每一个角落 在这一刻 世人不得不考虑自己了 倘若有朝一日 大魏铁骑踏入最终是选择投降 还是反抗到底呀 这是个问题 而且可能要不了多久 他们就得面对这个问题 臣服大魏 对大多数势力来说 这不是件喜事 谁愿意成为别人的臣子 就算天子又能如何 别的大舟难道就没皇帝吗 可你要说最头疼的呀 还是西州 西州天竹寺 齐兰神僧有些麻木的望向 七星道宗的方向 许青霄立下四十八大哄愿 得天地认可之时 他就已经震撼了 现在更是死了一位医品 借助中州龙顶 拼死清净道人 他这样也没有任何好处啊 阿弥陀佛 徐施主杀念太重了 齐兰神僧双手合十 他理解不了许青霄 为什么要拼死清净道人 何必啊 二人没什么深仇大恨 如果化解了恩怨 七星道宗完全可以帮助大魏 他是在表态 表态自己的态度 大殿之内的黑衣人 却没有起任何波来 表态 表达自己的态度 这是何意 他不想等待了 也不想给我们机会 立下四十八道宏愿 他已经表明了心意 更与我等直接撕破裂 切兰主持 我们没有时间了 剩下的事情 要加速了 否则的话 一旦等他彻底稳固静静 你我都不好受 而且 你知道现在我最怕的是什么吗 黑衣人 望着齐兰神僧如此说道 齐兰神僧一脸不解 如道一品 这句话让齐兰神僧沉默了 如道一品 的确恐怖 本身许清净就已经三大体系 达到了一品 掌控天地之力 如若许清净如道也成生 那许清净当真要天下无敌了 如道一品的实力 不弱于武道 甚至胜过武道太多 看齐兰神僧沉默不言 后者开口继续说道 提前不会有错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犹犹豫豫 只会坏了大事 你若是不想被许清净诛杀 那你继续等待 我可以保证 要不了多久 许清净会亲领你天主寺 到时候 一切都完了 还没有到那一步的时候 即便当真要提前计划 吐血王朝和出源王朝 也没有答应 仅凭借我等的力量 难以做到 齐兰神僧摇摇头 他似乎不想提前计划 而是还抱有侥幸 一品不杀之前 两大王朝或许还会犹豫 一品都死了 吐血王朝与出源王朝 也不会束手待毙 大卫 已经是同飞的金龙了 现在还没有彻底飞起来 我们还有时间和机会 一旦等中州龙顶彻彻底底的蜕变至圆满 到了那个时候 即便是拉上我 我也不会理你 贤兰主持 记住 有牺牲才有回报 如许清潇说的一般 杀生 为护生 许清潇若是成为了儒圣 佛门 只怕又要被押述千年 甚至万年 从古至今 儒学虽好 可真正让天下文人评过吗 甚至就是因为这些儒生哉 才导致君王战乱 烽火连天 这一次牺牲的不过是一部分仓生 可若是成功了 佛门将代替儒道 那个时候 人人信仰佛法 人人都有向善之心 勇绝邪魔 而且这天下 也没有纷争 就不会死那么多人 黑人继续蛊惑着 这对齐兰神僧来说 有效果 齐兰神僧修行的 就是小成佛法 他只能度化自己 而他却希望天下太平 所以他认为 想要天下太平 就必须要让天下 人人修行佛法 从佛法中领悟清净之意 觉悟人生 如此一来 使金银为粪土 使名利为浮云 这是他的执念 如今这份执念成了魔了 齐兰神僧长长的叹了口气 倘若两大王朝愿意 平僧也愿为未来苍生谋取一份福责 何一人没再废话 点了点头 住持做好准备吧 随即他消失在了原地 传令 彼此休养